现在有请美安香港产品拓展经理 Emmie Young为大家讲解 IsoTonic专题 以及今次大会推出的新产品 有请Emmie Young Hello 大家好 Hello 又跟大家见面了 刚才Marcus跟大家讲了 很多伙伴商店的新资讯 当然了 我们美安香港的品牌 都有很强劲的产品 今次在大会期间 都加入了我们整个shop.com里面 我想刚才你们在lunch的时候 都有机会在外面的 booth 看看我们一些全新的产品 我们每一年 其实都会带生产给大家 目的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 更容易去做到购物年金 今早YK跟大家讲解 购物年金 我想现在考考大家 我们大家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怎样才可以做到购物年金呢 最简单的一件事 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做的了 成为产品中的专家 有很多leaders都跟我们分享过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用过 我们自己独家品牌的产品 我们怎样可以将我们新的产品 推介给我们身边的人 自己不用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分享的 就是你只是说 有些维他命A 有维他命C 那代表些什么呢 如果你们不是亲身 是有些很好的个案去分享呢 其实不可以将一个产品 带动到出去的 所以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其实你们要想一想 究竟我们要怎样去混用 我们现在首先是要做些什么呢 第一样东西 要将我们新产品 推介给我们的优惠顾客 或者我们有新的优惠顾客 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当然透过一对一行销 可以将我们的产品 推介给不同的人 从而可以建立不同的一个顾客群 那也都在这个顾客群来说 你们可以看到哪一些潜在的伙伴 是不是这件事 所以我们也都可以由零售转为招募 也都可以反过招募转为零售的 那今早早呢 我和大家去讲过 其实我们的市场覆盖 我们的产品其实是覆盖了 每一个年纪所需要的需求 或者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有的产品线都做到的 但是当然人是很贪心的 永远都不够的 或者我们永远的需求都越来越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次在大会来说 营养产品我们推出两个新产品 第一个是专系给女士可以专用的 第二个产品我相信 慰祝我们十周年了 这个产品亦都是我想开业美安 第一天你们都是想要这个产品了 就是我们新的timeless常清抗衰老配方 这两个产品究竟有什么好好的成分 当然你们要留意了 但还要一样东西 其实你都要留意一下 当听到里面的成分 里面的独特性 里面的好处的时候 你们要想一想 究竟这两个新产品 适合你身边的什么人 这一样东西 我们需要现在听听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了 在这个时候 我想请出我们美安香港的营养顾问 他会和大家去讲解一下 我们一个全新的产品里面的成分 那有请颜天健 Steven Hello 那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就是 关于一些的成分 关于一些的抗氧化成分 以及关于一些女性健康的成分 那今天讲的题目 和我平时讲的题目 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 平时我讲的题目 可能一堂就是讲一个成分 或者讲两个成分 但是今天呢 哇 厉害啊 我想讲十个成分都有 今天 买大包 讲很多 所以要快点 那 开始我会讲什么 讲抗氧化成分 那 第一样 就是讲究竟抗氧化 究竟是什么 那 跟着 再会讲 女性的健康的营养成分 是怎么样 那我首先会讲抗氧化 那抗氧化之前我讲过 但是都要跟大家叫温习一下 那如果要了解 抗氧化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氧化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抗氧化是什么 还有知道 自由基的什么 要知道这三样东西是什么 为了今天的讲座 今早呢 我就和家人做了一个小小实验 解释给我家人听 就是什么为之氧化 那我今早做了些什么呢 我今早就在一个雪櫃拿个苹果出来 切开它 就给小朋友看了 当我切开了苹果之后呢 然后苹果就会很快很快就会变黄了 这个就是氧化了 那我打算这样做 那想一想 他就说 我小朋友说 不要啊 我想吃完它 我说可以吃完它 但是氧化了之后 可能会有点不太干净 那我就说 不如这样吧 不如在切它之前 我们做一点点东西先吧 好吗 那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说 OK 你如果想吃的话 你是不是想连皮也吃完它 那我说 是啊 想连皮也吃完它 那我说 皮有机会呢 就会有一些农药啊 各样的 那我们洗洗它先吧 那我们洗净的苹果 把苹果洗净它 那我发觉上面 咦 很多蠟在上面 很多蠟在上面 怎样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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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捉不掉 捉了很久捉不掉 接着他们就说 那怎么办 那种这么多蠟 吃不吃到啊 那我说 不用怕 我有个方法 可以解蠟 那我怎么做呢 我呢 就煲了壶滚水 煲壶滚水 真的滚了 那些水滚了 那接着呢 就把苹果放在那里 接着放在碗上 接着用一些滚水淋到苹果里 淋到苹果里 那类似 差不多叫做 灼熟的苹果 那样淋淋淋 接着整盘相片 我留在那里 给小朋友看 给小朋友看 他看到 上面真的有瓶蜜 铺在上面 接着呢 我给他一个苹果 你摸一下 那个苹果的蜜 没了 很干爽啊 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这个呢 摆了出来看看 很开心 接着切来吃了 但当他慢慢 一路切 突然间发现 那个苹果 咦 那个苹果本来 拿出来是黄色的 淋完水之后呢 发觉呢 那个苹果之后呢 突然间变色了 变了啞黄色 变了好像啡啡的 每次的苹果已经变色了 开始变色了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过程 我们叫做 临必热水下去呢 在我们学术上 英文上 有个很专业的名词的 叫做 blanching blanching 但是中文呢 有个很贴地 很贴地的名字 叫做飞水 这样 那 但是都是这样而已 都是用点热水 灼一下 其实都是 我学的时候 我以前学叫blanching 中文叫飞水 但是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是将一些有害物质 去拿走它 包括一些的 农药啊 这样 那你都能够将那些蜜 拿走它 但是 奇妙的地方就是 当我拿走那些蜜之后呢 那个苹果立刻开始变色了 还没切变色 切了之后 我们会快点吃掉 否则一路这样变变变变得很快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讲了给他们听 氧化的情况是怎么样 氧化的情况是怎么样 苹果你不切它 你不切它 它可以放 家里的时候 你试过放一个星期 完全都没问题的 你可能放 甚至放两个星期 见到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切开它 你一切开 一接触了氧气之后 你发觉它 很快 可能30分钟已经啪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试过 去苹果树那里 吃苹果的树上熟 苹果树上熟 跌下来 那个苹果新鲜采叠的苹果呢 是放不到一个星期的 它没有加工 不加纳 是放一两天 它就开始变色了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 果皮本身呢 已经是一个保护作用 保护作用 去帮助我们呢 去抵挡一些外面的氧气 氧化的情况 但是单单靠果皮 足不足够呢 是不足够的 只能够顶一两天 那农夫怎么做呢 就会帮它加纳 加纳 去保护 不要让它接触空气 那情况 我和小朋友说 我们本身 我们一个人 平时接触很多有害物质 接触很多空气 接触很多氧气 令我们老化得很快 我们本身有什么保护 我们有皮肤保护 皮肤就像我们的果皮 但是单单靠皮肤 够不够呢 皮肤不够的 要加一层蜜 上去 那就是塗护肤 不是塗护肤 不是塗护肤 塗护肤上去 不是 我们要吃一些supplements 我们要吃一些补充剂 去补充这个抗氧化的作用 那就等于 好像苹果加一层蜜 去令到你可以 放一个礼拜 放两个礼拜 都没问题 那这个就是 一个氧化 和抗氧化的情况 那至于 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情况 会接触到一些氧化问题 譬如一些周围的污染物 各样 紫外缸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自由肌 自由肌是什么呢 刚才我讲的氧气 氧气是一个我们叫 双面人 就是我们 我们要用它 我们要呼吸 我们要需要氧气 但是 氧气本身也是一个 很强很强 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 但是单单氧气 我们叫O2 O2氧气 那个害处 都未够自由肌 那么重要 自由肌是什么呢 自由肌就是一个氧气 它没有了电子 缺少了电子 它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不稳定的物质 你可以是O1 也都可能 在O2没有了电子 那这个为之自由肌 自由肌 这个图可以看到 自由肌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是不停不停地出现的 是什么出现呢 譬如我们会 在我们的UV 我们看到一些太阳光 空气的污染 辐射 比如我们饮食的习惯 食烟 饮酒 吃些 现在秋天最喜欢的BBQ 吃些烧烤的物质 会有很多游离机 但是 最大的问题 就算我们所有东西都不接触 譬如我们说 不晒太阳 空气污染 辐射 辐射 不吃烟 不烧热 吃的话 但我们可不可以 借住自由肌呢 是不行的 因为 因为 我们身体自己会产生 自由肌 一样会产生游离肌 就是我们身体的metabolism 新陳代謝 我们身体自己会做的 我们不做什么 任何东西 我们身体都会做出来的 另外 譬如我们有病的时间 发炎的时间 我们身体会再做多自由肌 那你说 哇 这样很不行的 我们身体自己做 外面我们无法避免的东西 譬如我们无法不接触阳光 我们要出去做运动 接触阳光 我们不能够没有UV 我们都要有的 空气污染 我们都避不了的 但是怎么办呢 我们要接触自由肌的话 我们接触自由肌之后 它们会对我们身体 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反应 自由肌是怎样呢 自由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 自由肌就是去拿我们健康细胞的一粒电子 它会拿出去的 令到我们健康细胞破坏我们健康细胞 那你想想如果它的状态在哪里呢 如果它的状态在对着我们心血管的 自由肌在我们心血管的 它打到我们心血管的 有些伤痕 会引致到我们容易有心血管病 如果自由肌去到我们的一些DNA 去打到我们的DNA 打到我们的遗典因子上 我们可能会有DNA的特变 会引致到可能会有 Cancels 各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游泥肌打到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打到我们的荷尔蒙上面 荷尔蒙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引致到我们一些的 慢性疾病 譬如糖尿病 这些都有可能的 那看你的自由肌在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自由肌是无处不在的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 自由肌对我们的损害是非常非常之多 而引致到疾病也是非常之多样化的 那我们身体有没有办法去对抗它呢 我们有的 我们身体本身有些抗氧化能力的 譬如我们有些酵素 我们有SOD的酵素 我们天生会做出来去对抗自由肌 但是够不够呢 但实际上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就先说了 OK 好像我苹果 我想包一层蜡上去 我想包一层蜡上去 我们靠supplement 我们人工自己怎么去做呢 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有的 其中一样或者两样最基本的 我们的营养可以摄取到 就是维他命C和维他命E这两个 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一个最基本最基本 我们平时都接触到的抗氧化剂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维他命C和维他命E是什么 维他命C是一个水溶的维他命 而维他命E是一个油溶的维他命 因为它们这么大分别 所以在食物上它们很大分别 比如维他命C我们哪里找到 我们可能在奇异果 橙 柠檬 士多碑里上面 我们找到维他命C 但是在维他命E我们哪里找到 维他命E在水果里面 我们主要在牛油果 另外果仁 比如杏仁 合图这些地方 会有很多风格维他命E 另外橄榄油有很多维他命E 你会发觉原来维他命C和维他命E的食物 基本上是不重叠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水溶 一个是油溶 一个溶在水里 一个溶在脂肪里 所以在食物上存在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要吃尽维他命C和维他命E 你要吃一些水果 多汁的水果是水溶的 又要吃一些高脂的食物 比如果仁 橄榄油 橄榄油 这些食物才可以混合到两种 所以要吃得宽一点才能够找到维他命C和维他命E 但是我要知道 基本的维他命C和维他命E 是做不到我们所说的抗氧化的效果 我们要多吃很多的 要多吃很多才能够做到的 那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什么呢 究竟我们维他命C和维他命E的作用是怎样 刚才我说过了 自由基是不断侵袭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去打我们身体 它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时间 它就要拿电子去对我们身体造成损害 而维他命C和维他命E是怎样的呢 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当那个自由基去打我们的细胞 即是等于打一个苹果 假設苹果就是我们的细胞 就是打一个苹果上面的果皮的部分 那是一个细胞膜 维他命C和维他命E是怎样的呢 细胞膜是怎样的呢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大家很明白的细胞膜是怎样的 细胞膜等于拿一杯水 倒水下去 接着再倒一层油上去 接着在油上面呢 你再倒一层水上去 那你就会发现到 有三层在上面的了 水 油 水 是不是 这三层 我们的细胞不是像苹果那样 不是硬滑滑的 我们细胞需要流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流动的状态 但是这个流动状态 我们都可以隔到外面的东西 不要让外面的东西进入 所以我们身体很聪明的 它会设计一个用水 油 水 一个我们叫layers 一个层次去阻挡 你幻想一下 当外面的东西想进来的时间 如果那些水溶的物质 它想进来的细胞 它过到水那层 它过不到油那层 它阻挡进去 如果那些物质是油溶性的 它根本连第一层 水那层都过不到 那我们的细胞膜就是这样 靠水游水 这样去阻挡其他东西 维他命C和维他命E是怎么作用的呢 维他命E就是在油那层 在中间我们的细胞膜中间那层油那层 维他命E已经布满在那里了 已经是一队军队准备在那里了 当自由肌去侵袭我们的时间 维他命E就在那里等它们 那维他命E要怎么对付呢 维他命E就是类似一个捨身成人的方法 就是当自由肌去侵袭我们身体细胞的时间 维他命E就走出去 等自由肌去伤害了它 令到不会伤害身体其他部分 维他命E的工作就完成了 维他命E工作完成 维他命E就没有用了 维他命E就当它死了 但很好 维他命E是可以recycle 不断地循环再用的 怎样循环再用呢 维他命E只要经过维他命C过来 去帮帮它手 维他命E又可以再回生再用 所以维他命C和维他命E的角色 你可以幻想成什么呢 等于一队军队 维他命E等于一队军队 很多士兵排在细胞膜上去打仗 而维他命C等于一些医疗设备 去帮助维他命E 去康复 让它再回来 再上回战场 你可以幻想到 我们身体上需要很多维他命E 要布满在细胞膜上面 放在这里 等它打仗 打完死了之后 要靠维他命C去帮它回生 要帮它回生 那么我们想象到 维他命C是需要不停不停地补充 而第一 维他命C是一个水溶性的维他命 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储藏 所以维他命C是要不停不停地补充 因为如果我们维他命C不够 维他命E死了 它不会回生 它没有办法回生 它没有办法再用 不能再回 那数量就越来越少 维他命E越来越少的时候 那些自由基打到我们身体的伤害 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身体的维他命C 是需要额外补充多些 去供给维他命E 去帮它回生 那这个图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就可以看到 究竟那个 这个图就可以看到细胞膜 究竟维他命E就是在 刚才我说的油那层的中间 那些自由基就去打它 那些维他命E 就会一直去牺牲自己 去帮助你去接受自由基 那这个就是它的帮助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成分 除了维他命C 维他命E 还有什么成分呢 那就是一个我们叫绿茶的成分 那绿茶大家可能听很多的 都知道绿茶它本身是一个很高的抗氧化物质 那为什么我们特意要讲绿茶 而不讲红茶其他茶 那我们想想 究竟我们平时喝的是什么茶为主呢 平时我们喝什么茶 有些人喝普利 有些人喝铁观音 有些人喝 瘦味 是不是 有没有人喝绿茶的 这里 有人喝绿茶 是的 有人喝绿茶的 那这样 那这样 但其实我们想想想 我们平时喝的最多呢 通常就是什么呢 奶茶 檸檬茶 或者是珍珠奶茶 那些 我觉得这三样 就是我们香港人最喜欢喝的茶 那这三样其实呢 都是属于红茶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到底绿茶是什么呢 我们要分别绿茶 和红茶 和黑茶 在我们怎么分呢 我们分 其实就是分茶叶的颜色 茶叶的颜色 最简单 茶叶要先绿的话 这个就是绿茶 那颜色 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印象 那实际上有没有什么 确定它是绿茶呢 绿茶就是一些 我们所说的未发酵的茶 在茶树上面 上面生长的 摘下来 摘下来 接着不经过发酵的呢 我们就叫做绿茶 经过发酵的那些 我们就其他茶 比如有些红茶 普利 黑茶 各种都经过发酵的 但是发酵呢 是会 全发酵 有些是半发酵 比如我们喝的铁观音 就是我们所说的半发酵茶 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 我们真正的绿茶的话 平时喝的就是 中国茶有龙井 碧罗春 属于绿茶 比如日本我们喝的茶 比如日本的煎茶 抹茶 这些都是属于绿茶 但是我们在说 为什么我们要分开这些茶 茶种 因为它们的抗氧化成分 是很不同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但如果我们看这个图 我们绿色的部分 就是绿茶来的 最多我们所说的绿茶 最多就是我们所说的二茶素 而红茶和黑茶里面 它的二茶素 是少很多 少很多的 原因就是 在那个茶叶里面 最抗氧化成分 最高最高 就是那个二茶素 所以我们希望 在抗氧化上面 吃到一个 或者喝到一个 抗氧化最高的 我们会选择绿茶 那你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 就是我们看到 绿茶的横切面 里面有什么 究竟有什么成分 绿茶里面 除了二茶素之外 它有其他的成分 有氨基酸 有矿物质 有维他命 造金 类黄酮 但其中一样 大家要留意的成分 就是咖啡因 咖啡因 我们喝茶 没办法 避免不了 一定会有咖啡因 在那里 但是如果我们 想喝茶的时间 拿到好处的时间 我们又 不想要有那么多咖啡因 因为咖啡因 对我们身体 有些不好的地方 比如它会刺激到 我们的 心脏 会刺激到我们的 腸胃 有些人未必那么喜欢 或者受不了的时间 我们就可能 会选择另外一个 成分 就是绿茶的碎取物 Green Tea Extract 因为绿茶碎取物 它的好处就是 我把绿茶里 最好的地方 拿出来 而不需要 一张咖啡因 加上去 那变成效果 会好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发现 喝茶的时间 会有 稠稠的情况 有时会稠稠的 我想问大家的经验 你觉得绿茶 稠一点 还是红茶 红茶稠一点 哪些稠一点 大家都觉得 红茶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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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原因 就是因为 茶里面 有个丹铃 有丹铃 或者丹铃酸 或者叫Tannin 这个什么物质呢 刚才我说过 红茶和绿茶 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没有经过发酵 而发酵过程呢 会产生很多这些丹铃的 会有很多丹铃的 有方法来来去 有几种 就醃了 加盐加糖 醃了 是吧 你发觉 找茶去 找盐醃 用糖醃 行不行 应该不太行 其中他想不到的方法 就是用发酵 把茶发酵 发觉原来 如果食物想保存得好的话 发酵是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 所以你见过奶发酵 变成了乳酪 我见过菜发酵 会变成什么 菜发酵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泡菜 会变成泡菜 那茶发酵 茶发酵 会变成一些我们所说的 红茶 很深色的茶 譬如玻璃茶 就是茶发酵 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呢 当发酵过程 茶叶 产生了很多单磷的时候 这些单磷 就是把茶叶 可以保存得那么久 的元素 成分 保铃可以放多久 好久 可以放多久 放几十年 没问题 有些可以放百年 可以 另外一个食物 另外一个食物 或者一个饮品 很多单磷是什么 红酒 红酒 红酒可以放多久 漂亮的红酒 可以放几十年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又是有单磷 又是有单磷 所以单磷就是 保持一个食物 最可以长久地用 就是靠这个单磷 有些人问 如果单磷 什么时候会最多 原来当食物 发酵完 刚刚好 单磷就是最高 所以新的茶叶 发酵完 最新的 譬如普利饼 那些时间 你喝下去 特别特别稠 红酒也是 新的红酒 如果单磷 够的话 漂亮的红酒 都是非常非常稠 但是这个呢 就是他的保鲜的秘密 所以有些人喝茶 他喝到一些新的保鲜 哇 很稠 很难入口 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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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喝酒 也是喝一些新的 红酒 发觉 哇 很稠 单磷好像黏牙 那样 我说 好东西来的 这些好东西 多喝几杯 这些保鲜的东西 可以放在 在外面 红酒可以放几十年 茶叶都可以放几十年 你喝了自己 都可以放多几十年 那 这些好东西来的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除了茶叶之外 哪里有单磷呢 哪里有单磷呢 哪里有单磷 接着来说呢 这个Bilberry Bilberry就是欧洲的蓝莓 或者我们的野莓 野蓝莓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呢 它本身其中的成份 不知道大家有吃蓝莓 有感觉到的 你看到蓝莓 有一股很大的洁味 在皮上 是不是 因为它的洁味 为什么它这么抗氧化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可以保鲜得这么厉害呢 原因 蓝莓本身 也是很多单磷 在水果里面 其中一个单磷最高 最高的成份 所以它那个抗氧化 除了厉害之外 另外还加上 另外一个成份 就是蓝莓的花青素 我们要知道 食物之中 有蓝色的 其实不是那么多 而这个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 又有单磷 又有花青素 又有蓝色的 抗氧化物 就是欧洲蓝莓 所以这个就构成了一个 它非常非常好的 保护作用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另外一个 就是selenium 我们中文叫西 一个 抗氧质 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的 抗氧化物 平时我们在哪里吃到呢 平时我们 在我们的食物都会有的 一些的 乳类 海鲜里面 会有很多 肉类 也会有 蛋也会有的 但是呢 那我们究竟 足不足够呢 那原来 在香港呢 政府呢 做了最近 都不是最近 近几年 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 看看我们香港人的饮食 究竟它做了所有抗物质 究竟足不足够 它的抗物质 selenium 它有做是其中一种的 selenium 每天的摄取量建议 大约是50mg 左右 但是香港的食物的成分 查到出来呢 平均是大约140 是足够的 香港也足够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虽然我们足够呢 但是selenium 是很側重在海鲜 第一最多是海鲜 海鲜 海鲜 第二呢 就是蛋 最后就是肉类 所以如果你各下呢 是不吃这三样东西的话 譬如一个 我吃素的 我不吃海鲜 我不吃肉类 甚至我连蛋都不吃 那这个selenium 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能要摄取多些selenium 去补充抗氧化的成分 那接下来呢 就会讲呢 关于呢 女性健康的 那 女性健康的营养成分呢 我们概括呢 今天讲呢 会把它分开几类 第一类是什么呢 第一类呢 就是讲关于 女性 驚奇 引致到一些不舒服 譬如一些 muscle cram 她肌肉的抽搐 疼痛啊 那这样 那这个呢 是关于女性驚奇的 这些问题 这个第一类 可以帮到她 第二类是什么呢 第二类呢 就是帮到女性更年期的问题 更年的问题是什么呢 更年期呢 问题就是说 女性停经之后呢 她身体的一个刺激素呢 会突然间drop的很快 就是我们身体再不去做这个刺激素出来 那你说没有刺激素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没有什么刺激素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身体的骨质 是靠刺激素的保护的 我们身体的血管的弹性 是靠刺激素的保护的 所以呢 你听见呢 有些人呢 停了经之后 进入更年期之后呢 骨质流失得很快 没多久之后呢 会容易 会有骨质疏症 会有的 心脏病 心血管病会多了的 譬如她 胆固醇会容易多了 容易会有心血管病 那这样 那这些也是很常见的 更年期的和后问题 但是更年期 即刻会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能是一些 身体的小毛病 譬如热潮红 潮热 或者我们叫一些 冒汗夜晚 冒汗 冒汗 即时你见到身体上的毛病 那 那 有没有剂毒去帮助呢 是有剂毒去帮助的 那 那除了这些 这样的问题之后呢 更年期之后 可能引致一些 心情烦躁不安 这些情况 心情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那第三样呢 就是说关于女性 究竟 她 在情绪上面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剂毒去帮助呢 譬如她刚才说 心烦意乱 她压力大 譬如很难很难去relax 可能失眠 这些这样的话 其实不单止 只是更年期女性有的 譬如一些的职业女性 譬如一些家庭主婦 她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那我今天就会分开这三个部分 就是说 旌旗上面的不舒服 更年期上面的问题 以及情绪 睡眠上面的质素问题 这三样的范畴呢 去讲一讲 那第一个讲呢 就是我想讲 就是大豆碎取物 就是我们讲的soy product 就是soy protein 或者我们叫大豆蛋白质 那如果我们讲大豆 通常那些人 很立刻联想到就是什么呢 与女性有关是什么呢 就是植物刺激素 和我们讲的二黄铜 二黄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喝多些豆浆 对更年期的女性有帮助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是吧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食物里面 大豆里面 它含有一个叫做植物的痴激素 我们叫做 phytoestrogen 它作用很像我们身体的女性的痴激素 当更年期的女性 停经之后 痴激素突然间减少很多的时间 你吃多些大豆 喝多些豆浆 吃多些豆腐的话 就会多了这些phytoestrogen 进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好我们的骨质 帮好我们的心血管 这些帮助 可能大家有听过 二黄铜 大豆二黄铜 大豆二黄铜是什么呢 大豆二黄铜 其实就是植物痴激素里面的其中一种 所以你说大豆二黄铜 和植物的痴激素 你当它差不多双等 去比较 就可以了 所以它最重要是 帮助到更年期的女性 缺少了痴激素之后 去补充给它 还有大豆痴激素 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红花木树的痴激素 红花木树 大家就这么看名字 以为它是花 其实它不是花 它是豆 是属于豆类 红花木树属 属于豆类 所以其实它里面一样 含有很多很丰富的 二黄铜 植物的痴激素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 抹着相 在更年期 我们记住两种 最好的成分 第一样 就是大豆 第二样 就是红花木树 这两样就是专举更年期的女性 可能大家会问 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 虽然我们豆浆好 大豆好 豆腐好 但不要吃得那么多 可能对身体有害 因为它里面有激素 有痴激素 可能会有害 也有问 你会问 更年期的女性 她没有了痴激素 痴激素 很少 需要补充这些植物痴激素 但是我 未到更年期 我年轻 我的痴激素 是正常的 究竟我吃这些 有激素的食物 有没有问题 很多时候我遇到这些问题 很常问 甚至有些人会说 一听到食物 里面有激素 不行 这些怎么能吃 食物有激素 对我们身体有害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问题 会走出来的 我要怎么回答呢 其实我要知道 它大豆也好 红花木树也好 里面所谓的激素 其实它是一个类痴激素物质 叫植物痴激素 其实它不是激素 它是痴激素 公用痴激素 但它本身不是激素 所以它很有趣 身体里面 它会帮我们调节 当一个人 当一个人吃了植物的激素 进去的时间 如果他本身 已经到了更年期的时间 它会做到一个 好像激素的效果 去帮助它 但如果一个年轻人 它本身激素正常的话 你吃了这些植物痴激素 或者吃了这些 大豆 红花木树 它不会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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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反而 它作为一个平衡的作用 所以大家 不需要太担心 究竟我年轻的时候 我喝豆浆 可以吗 吃大豆 可以吗 吃红花木树 可以吗 因为它本身 第一 它不是一个激素 第二 它是一个天然存在 它是作为 调节的作用 另外 刚才说的 我听到食物有激素 我已经很害怕了 因为我经常听到 那些人说 吃鸡翼有激素 是吧 吃鸡颈也有激素 很多食物都有激素 这样 打了激素下去 没错 很多食物里面有激素 去增加它生长 譬如 刚才我说的鸡 甚至大家经常吃 一些三文鱼里面有没有激素 三文鱼里面很多时候 都会激素 去刺激它生长 你记住 那些激素 是外来 种植的人士 养植的人士 它是打下去的 而打下去 通常它是打一些 我们叫做 growth hormone 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 但是我们这些食物 本身它存在里面 第一 刚才我说的 它本身不是激素 另外一样 它不是打下去的 它本身在植物里面 本身已经有 大豆本身已经存在 已经有 红花木树里面 本身存在已经有 所以基本上 不是一些外来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去用 不要听到 食物里面有激素 就立刻被它吓走了 另外 刚才我说的 它很帮助到更年期的女性 但是大家都很贪心 就说 更年期的女性 有没有更年期也可以 既旗的女性也可以 既旗的女性也可以 年轻的女性也可以 原来 有的 原来 这个世界就很幸运 有些成份 可以走两半的 普通女性也可以 更年期的女性也可以 哪些呢 我归立了三种成份 第一样 当归 第二样 淮山 第三样 木材 这三样 这三样 全部 都是 我叫开两半 更年期也可以 京期也可以 当我们知道 其实 刚才我说 更年期有帮助 通常都含有些 我们叫做 植物的刺激素 其中 野生淮山 其中有一个最出名的 成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避孕药 是什么时候发明呢 原来避孕药 发明了不是很久的 避孕药 大约是60年代左右发明的 第一代避孕药 那个成份 在哪里抽出来 就在淮山里抽出来 第一代避孕药 那个成份 就在淮山里抽出来 所以淮山本身 是一个很特别的成份 可以帮助到 一些女性的健康 另外 当归 当归本身 也含有一个 香豆素 这个香豆素 可以帮助到 舒缓一些 驚奇的 痛楚 失调 各样东西 可以帮助到 所以当归可以帮助到 年轻一点的女性 也可以 更年期的女性 也可以 另外 木策是怎样 木策 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含有一个成份 叫植 silicon 这个植有什么作用 植的作用 可以帮你排水 可以帮你排水 譬如你有水肿的问题 譬如 第三种 就是讲关于 情绪的问题 情绪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 很多情绪问题 觉得舒缓不到 甚至失眠 觉得心烦意乱 这些情况 我会介绍两种 supplement 帮助两种成份 第一种 叫做结草 第二种 叫做西番年 西番年 这两种 就是舒缓到 我们的情绪 结草 我们是用了很久很久 在西方用了很久 用了很多世纪 用来舒缓情绪 治疗失眠 但是 我们要讲究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作用是怎样来 或者怎样去 舒缓这些东西 我们老細胞和老細胞之间 的传递 老細胞和老細胞的传递 就不是直接传递 就不像我们聊天 那样的 比如我们老喝东西 老細胞之间传递信息 就不像我们聊天 它中间是需要一些 我们的传递物质 我们叫做neurotransmitter 叫做神经的传递物质 NT 我们打个比喻是怎样呢 就等于我们平时用的邮差 我们要写信 我们要用邮差 我们用我们的速递 这样去做的 就是我们不能直接说话 我们要写信 要经过邮差 帮我们由A点 去到B点 或者经过速递 由A点到B点 邮差的角色 就是我们所说的 神经传递一些信号 如果没有 你想想我们平时 正常的 正常时间 上班时间 日常的 没什么 我们老部 常常要运作 所以邮差速递 常常离离虚虚 没问题的 但当你想休息了 晚上我想睡觉 我想relax 我想休息 我想休息 你发觉 晚上两三点 邮差又按你钟 叮噹 有件收 速递又来找你 晚上的电话又响 顺风速递 这样 这样不行的 那不行的 就是当我们想 shut down 那个 邮差 速递 这些 我们想停下来的时间 而我们的身体 不听话 不停 它继续移动 不继续去的话 我们身体就没办法 relax 没办法停下来 有些人会选择 吃安眠药 安眠药 其中一些安眠药的作用是 安眠药的作用就是 shut down 停了 刚才我说的 neurotransmitter 就是停了那些 神经的传递物質 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将那些的 邮差 速递 顺风 全部停下来 全部停下来 但是记住 我们不会说话 我们不会说话 所以那些人 吃了安眠药之后 发觉副作用很大 副作用很大 副作用其中一样 就是发觉那些人很厉害 不懂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 老细胞和女细胞 所有的沟通的方法 就停了 shut down 就是等于你 已经没有了邮差 没有了速递 但是我还要传送信息 消息出去 这样 那问题就是 安眠药 那个 副作用很大 甚至有时候 割得戒 都很困难的 那有没有一些可以 轻松一点 舒缓一点 去做到同一样的效果 有的 比如结草 和西翻炼 这两个成分 就是做到这个 帮助到的 但是它的作用呢 亦都是 它就是 将那个 anty neurotransmitator 就是将这个油差 去按低它 但是它的作用 是慢很多的 慢很多 是轻松很多的 你不需要担心一个 依赖 不担心路运作不了 不需要担心要割得很困难 是一个很轻松 比起 安眠药 这种药物 但是 有好有不好 那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 安眠药 你吃 你睡不着 你就吃一粒安眠药 接着就 趴下去 但是这些结草 这些呢 有些研究做过 因为它的好处 其实呢 就是很温和 好处温和 所以它的效果 亦都相对地温和 相对地温和 所以 如果不是你打算 OK 我失眠 我怎么样 我心情烦恋 我想relax 我想 calm down 我立刻吃一粒药 立刻有效 是不是这样 第一它不是一个药物 它是一个草盆的物质 它只不过作用是 近似安眠药的效果 但是它是很温和的 所以通常我们做个研究 发现呢 你吃大药要吃 可能吃一个星期 吃两个星期 才见到效果出来 但是其实这个是好处 因为它不是说 立刻shut down 你像做了个傻子 站在那裡 什么都不懂得想 它很温和很慢 但是呢 另外一样 结草和西翻年 为什么要两样 放在一起呢 原因就是 结草效果很好 很出名 但是结草在一个不好的地方 结草很臭的 有一股很大臭的味 结草是 所以 结草通常很少 是会单独去用的 结草通常扔着其他一起用 扔着什么 扔着西翻年 西翻年是什么 知道吗 西翻年 西翻年 看英文呢 就会清楚一点 西翻年的英文叫 Passion Flower Express Passion Flowers 如果我们平时有 去生果店买的 我们平时有吃的 叫Passion Flower Fruits 中文叫什么 乙程果 是不是 乙程果 即是黄色果 硬挖挖 接着呢 你要很新鲜 吃开出来 好像很酸 但你见到 熟到凹了 很丑严 开来吃就很甜 很好吃的 热情果 其实你给我一闻 一闻 一闻 我已经觉得 舒缓到神经 因为热情果 是很香很香的 但是 他们就这样夹着用 西翻年 其实就是热情果 那双花 你看到这个图 你看到 那个黄色 那个果实 就是热情果 就是这样夹着用 一个呢 臭臭的 很有效 结草 西翻年 非常香 效果 都有舒缓的作用 他们两个 通常一臭 一香 夹着用 靠香的 蓋了臭的 就一起用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知道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 课女性的 重温一次 如果课 更年期女性 我们有大豆 和 红花木树 是吧 那如果你想 贪心些 更年期用 又要普通女性 旌旗可以用到的呢 就有 当归 淮山 就是我们 淮山 和 木财 这三种 而舒缓 情绪呢 你记住 一个呢 就是有味 特别的味 结草 另外一个呢 就是 非常香味 就是西番练 这两个呢 就是可以舒缓到你 令到你轻松 令到你 没有那么紧张 甚至到呢 如果你有失眠呢 都可以用的 那今天 跟着下来呢 大家呢 还会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精彩的讲座 那这样 那 记住就不要吃这些西番练 结草 这些会令到你会黑眼 那 那今天 希望大家 收到这些资讯呢 可以用回给你们自己的朋友啊 同事啊 尤其是女性健康方面的 好 多谢大家 Live your li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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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Stephen 那刚才呢 大家都了解了呢 我们两个生产品里面呢 成份的独特性啦 记不记得 Steven没出来的时候 我给了一个功课大家的 未听成份之前 一路听一路听 那当然我们要了解 身边有些什么人 是需要这些的产品 对不对 这件事很重要的 那考考你了 身边有没有一些 就是做事非常忙碌的女性 有是吧 我是其中一个 当然我是其中一个的 那有没有一些 其实在家里 要照顾小朋友的妈妈呢 都有的是吧 那有没有都认识呢 一些较为成熟的女士 那她又要身兼素职 照顾家 那她工作方面呢 又做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都有很多的 在香港来说 那这个产品 我想我刚才听了 一个特别是 给女士的产品 那女士呢 其实跟男士最大不同 其实我们生女上 其实荷尔蒙是 令到我们的转变很大 特别是一个时候 大家去到一个 差不多跟年期的时间 那我相信 其实很多人都很悲谈 去跟年期的 但这件事其实很普通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的 不需要有些什么很尴尬不说的事情 那最重要一点呢 其实我们要认识 更年期 认识有些什么营养素 可以帮助到我们做到一个舒缓的 那什么时候是更年期呢 大概是45至50岁之间 那当然了 其实在更年期的时候 最主要荷尔蒙影响呢 令到女士来说 可能她的心情比较烦 常常都觉得很热 有时有点头痛 或者很累 甚至是很累 但是睡不到这些情况都有 那今次呢 我们大会呢 带出一个全新的产品给大家 就是一个女性条理配方 它叫Prime Feminine 那我想强调一样东西呢 其实这个产品呢 不只是给更年期的女士 你看看英文的名字 它叫Feminine 就是一个女士专用的产品 因为不只是在更年期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营养素 或者一些草本的需要 那这个产品呢 你看到 HK13181 那什么时候来到香港呢 什么时候可以预备到呢 那相信呢 很精明的超联所店主呢 其实他们可能在后台已经尝试 能不能预备到 其实是预备到的 那如果你们很想将这个产品介绍给身边的人呢 那记得了 那礼拜一 其实来我们美安生活囊 已经可以预备到这个产品的了 那刚才Steven说了里面很多成份 那我不再特别说很多了 那这些成份里面呢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很好的草本食物成份 那它的安全性是很强很强的 那很好笑的 今天在BOOF来说呢 那这两天呢 那除了有些朋友问 啊什么时候吃呢 是不是更年期专用呢 是不是更年期过了就不吃呢 那大家现在知道 所有女士其实她如果有一个支援的配方呢 其实她都可以食用这个产品的 那问题呢 就反而是有些男士走过来 咦 这个产品男士可不可以用的 可不可以用的 那我想问一下 男士是否吃当归的 吃 是吧 男士都要保养的 那当然这个产品 其实也都适合男士去食用 不过跟女士的真正好处 可能有少少差别 但是男士都要保养的 那这个产品 给所有女士用 那当然呢 刚才问了你的问题 什么年纪 或者是什么年龄层需要 那刚才已经回答你们了 那所有成年人 其实都可以 有需要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去食用这个产品 那如果你认识了那么多东西之后 那怎么推介这个产品给身边的人呢 是否要说每一个成份 它的功效呢 反而未必 总括来说 你告诉他 其实这个独特性是什么 那这个产品也是一个素食产品 不含肤质 小麦等等 这些有些机会的致问员 那还有它那个零售利润是有九十元 还有每一个食用分量的那个价格呢 就是十个半的 那我们看回和市场比较来说 那我们的产品呢 其实比起坊间和类型 照顾女士健康的产品 它都是较为优胜 无论是那个成分里面 还有在那个价格方面 我们都会较为优胜的 那你们已经在shop.com里面 其实这些资料 所有都可以看到 你们只要打回prime feminine 那你就会看回这些价格 或者是那个对比 或者甚至一个这么漂亮的flyers 其实所有已经是你们可以得到的了 那另一个产品 就是抗衰老产品 那有很多人也在这里说 那抗衰老的产品呢 很多了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多 不同的抗衰老的产品 我们简单来说 有OPC 有OREC 或黎鲁醇 又有维他命C 那么多种不同类型的抗氧化产品 那这个产品的独特性是什么呢 反而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在座你身边的 可能带来你的partner 其实他会回答你 刚才我说过 这个产品其实在十年前 大家已经想要的 意思是 其实你们十年前 已经透过可能是美国一些partner 又要拿到 那现在我们今年很开心了 那现在大家如果再订这个产品 不用那么辛苦 不用在gobootshop.com买了 因为这个产品也来到美安香港 也是礼拜一的时候 你们很想很快拿到的产品 亦都可以来我们美安新门楼 立即去购买 那这个产品的成分 最主要是一些抗氧化成分 那它们当然有它的功效 和它们互相有个协同效应 去做到一个更加强的抗氧化效果 那这个产品的独特性呢 除了你说抗氧化之外 它特别是针对皮肤健康 和一个肝脏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刚才有问过你们 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多不同的抗氧化产品 那这个常称的产品呢 其实它已知已经可以对抗七种自由基 那刚才Steven大概说了 给大家知道什么是自由基 那我这里不终一说 这几个自由基其实在哪里找到 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无论其实我们每一天里面面对的事情 甚至我们身体里面的新陳代者 都会制造不同的自由基 正正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自由基 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不同的抗氧化物 去令到保护我们一个全面的保护 那当然了 这个产品的定位又是很简单 哪个想有皮肤更加好的 哪个想肝脏是更加好的 哪个想肝脏是更加好的 常常都不够睡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针对的对象 那这个产品呢 它不含肤质、小物、酵母等等 那它的零售利润是67元 那每一个食用分量就是7.8元 那在市场里面呢 我们也是对比上 类同的产品抗氧化产品 那我们发觉呢 亦都是了 无论在成份方面和价格方面呢 我们都给坊间的同类型的产品优势的 那这些资料也都是你们的后台 或者是shop.com里面拿到的 那在这里呢 我想借一点时间呢 和大家有一个分享 那我刚才说过了 那有很多partner 其实在一组呢 其实已经有食用过这个产品的 那我都有拿下大家的分享 希望在台上可以和大家说一两个 那我就选了这个 当中当然你们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说回 那这一位见证分享的人呢 其实他本身呢 12岁的时候呢 其实他甲状线呢 是有些问题 那所以呢 就要去做手术的 那手术之后呢 令到他的皮肤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你在那两幅前照的时候呢 看到他的皮肤状况 一粒粒 那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衍生了出来的 那很幸好呢 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 那他认识了美安的产品 那也都去试用我们的产品的 那他首先呢 其实当然呢 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那个皮肤不好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的 什么不好啊 腸不好 腸道不好 对吧 那很简单来说呢 其实清了那个腸 就是做一个消化系统的结症 其实可以做到最基本的 那做完消化系统 那我们就要针对性 是吧 针对性一样东西 其实另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皮肤不好 可能我们的肝脏排毒也不好 是吧 那他就加了姜黄下去的 那前那幅相呢 就是今年7月份去拍的 那吃了产品三个月 在9月尾的时候呢 你看到他的皮肤状况 已经改变了很多 我们给点掌声 这一位那么好的产品用的 那我相信呢 亦都有很多个案 那你们可以都和我们分享 那我们可以再加强 产品那个功效 和它的优势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认识了两个 我们很主力 或者今次很重点推介的 营养产品 那当然不少得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关于例如是Motive DNA系列 和我们都有Pet Health系列的 那首先 我们听完营养产品了 里面美好之后 我们就到外面美好 那我以下的时间 再交给下一个Motive 拜拜